从目击乘客拍摄的手机视频上看到 由于当时正值下班晚高峰 车厢内挤满了人 此时这名身穿黑色外套的女乘客突发疾病晕倒 其他乘客一边为女乘客腾出位置让她躺平 一边联系站务员求助 我们就接到通知 然后就到这里来帮助乘客 脸色就有点苍白了 然后因为她意识也不太清楚了 我们呼唤她 她也没有回应 所以当时我们也就帮她呼了120 然后后来就我们呼喊 喊了她一下子 之后她就自己意识清楚了 然后就把她扶着站台的座椅上面进去休息 地铁到达原家领站后 地铁站的医务人员立即带着医药箱前往 在进行简单的病情询问后 女乘客身体逐渐好转 这个乘客一时恢复了 然后我们车站的值班站长就把乘客 扶到我们设备区的这个会议室 这样进行休息了 然后联系了她的家人 女乘客休息片刻后起身自行回了家 据站务人员透露 女乘客疑似突发癫痫导致晕倒 医生提醒在地铁 公交车等公共场所 发现有病人突发癫痫晕倒后 抢救方法很关键 如果在非医疗场合 遇到这样的突发的这个病情 我们老百姓能够做的 第一点就是让她能够有一个 宽松的环境 让她比如说在当时是 在人群拥挤的地方 应该让她平坦在地面上 这第一 第二点呢 让她这个呼吸保住通畅 如果发现病人有呕吐物 或者是有蛇咬伤的时候 要让病人侧悟 这个时候让口腔啊 里面的东西能够顺利地流出来 谢谢大家